在你还没当上主管之前 我们要想一想 你适不适合当一个主管 作者他在里面呢 他有提到几个问题 你可以去想一想 第一个问题是 你比较喜欢达成成果 交出成果 还是你比较喜欢扮演特定的角色 这两个的差别是 比如说扮演特定的角色 他可能就是 我就是喜欢写稿 我其实就是非常专精于写稿 或是我非常专精于采访 我非常专精于业务 这种就是扮演特定的角色 那当主管的话 就是我必须要达成目标 你要更重视 能否达成目标跟成果 而不是只能重视 我是不是在做这个特定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 你可以问自己的问题是 我是不是很喜欢跟人聊天 其实主管 他真的是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在跟你的老板 还有你的同事们聊天的工作 就管理工作 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是 你必须要解释给你的同事听 或是你需要排解他们的情绪 你需要了解他们的内心 那这一切都是靠沟通来达成的 如果你觉得当主管是可以 只要单向的发号施令 或是制定规则的话 其实他常常会没有办法达到 你想要的结果 然后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你能不能在 情绪压力很强的情况下 还是保持冷静 还是保持冷静 还是保持冷静